继续带你来关心这回呢 真的是震惊社会 台中市爆发 黑道脚头遭到枪击案 现在后续的效应 持续发酵当中 带你来看到这一回呢 立委各个都可以说是 炮火全开 猛烈的痛批 他们先听警察局长胡牧原 你应该要下台负责 然后又批这关键引带呢 迟迟不公开 是不敢公开吗 有内情吗 导致真相没办法大白 而逼得警政署长王卓军 在背询台这上面是 公开来道歉 问你胡牧原会不会下台 该不该下台 台中相及案 黑白两道共处一室 警察局长胡牧原 去留还没有答案 但市长胡志强一号才知道 有援警在场 立委不能接受 5月30号早上你就知道了 你一直到5月31号早上 才跟部长报告 你是不是在设法隐藏什么事情 这个问题是不需要设法隐藏 因为这个问题一定会曝露出来 那为什么你没有在第一时间 告知部长 你没有在第一时间 告知你的上级长官 没有第一时间让部长知道这件事 立委来势凶凶炮火猛攻 背询台上的王卓军和江仪化 脸色越来越难看 你们平常都公开 还呼吁英雅公开 让民众来帮你辨识 里面的杀手 今天涉及到四个警员了 你们自己的问题 突然不公开了 平常录影带都公开 今天不公开 你骗谁啊 并不是每个案子都公开 立委呆瞎 治安败坏 警政署长王卓军公开向国人道歉 你王卓军要不要公开向国人道歉 我们感到抱歉 好 内政部长江仪化也表达歉意 整件枪击案来龙去脉 如果不尽快查个清楚 内政部和警政署都很难向全国人民交代 中间新闻高于李宏杰 台北报道